等正好些了 再去见皇后 出去吧 是 不知 皇后娘娘奉嫁来临 臣妾未能远迎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上呢 皇上 皇上 皇上酒醉 在浅年睡下了 是你割了鹿血酒 让皇上喝下的 皇后娘娘 皇上一心想补好身子 臣妾也想劝皇上 置于龙挺 可劝不住啊 你倒是会退图 皇上让臣妾相伴 臣妾不敢不从 你若劝不住皇上 大可以来告诉本宫和太后 你一味纵着皇上的心子乱来 就是肆意隐瞒 居心不良 皇后娘娘训斥 臣妾何该领寿 端 请顾着皇上的颜面 您先回宫歇喜 皇上说待她好些 便会来找您的 身为嫔妃 敢哄皇后娘娘走 命妃娘娘也太大胆了吧 臣妾不敢 皇上酒醉伤身 眷于朝鎮 你们却不思劝戒 献媚讨好 媚惑主上的罪 你们担得起吗 臣妾是罪 皇后怎么来了 臣妾恭请圣安 都起来吧 朕哪 不过就喝了点酒 并无大碍 皇后放心 臣妾侍奉皇上多年 从未见过皇上白日酗酒 可能是 今日较为疲累 偶尔松返松返 皇上喝酒松身 臣妾是不敢多言的 只是嫔妃们求一时之效 给您敬了露邪酒 露邪酒的性子过热 皇上又在体虚的时候 臣妾实在是担心 皇上须不受捕 伤了龙体 皇后啊 朕明白你的心意 不过朕刚才说了 这事也就过了吧 大白天的 都散了吧 各自回宫去 怎么 没听见朕说话吗 皇上 他们是自己知错了 才跪在这儿 您要轻纵他们吗 皇后如此地不依不饶 难怪他们这么畏惧你啊 皇上 是臣妾的错 臣妾有罪 娘娘 三宝拿了醒酒磷 还是请皇上趁热喝了吧 不必了 这方哉吐得难受 不喝了 朕不是说不喝吗 皇上喝了这么多酒 应该喝点醒酒汤 缓河缓河 最受不喝就不喝 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 皇上要是生气 要做要罚 臣妾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皇上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臣妾实在是心疼 臣尽日累了 就在令妃这歇下了 皇后也回自己宫里 冷静想想 自己有何错处 令妃 你同朕回去 其他人别在这点眼了 都回自己宫里去 是 皇上封臣妾为皇后 直言尽谨不算有错 皇上若是怪罪 臣妾自己跪下手法 这是干什么 妖怪你自己跪 妖怪你自己跪 娘娘 本宫是臣子 不能一劝吗 在我 余 scary 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后您怎么了 皇后娘娘 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后娘您醒醒 皇上 皇后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后娘娘您醒醒 如意 皇上 如意 如意 娘娘您怎么了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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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您怎么了 回家 怀大医 辰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您醒醒 如意 娘娘 皇后娘娘您醒醒 这喝了新酒饮 酒果应该消了吧 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她 怎么还不醒呢 皇后娘娘累着了 多睡会儿也好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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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醒了 如意 如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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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如意 你醒了 你醒了 怎么了 都笑什么呢 你预洗了 张玉飞 黄黄嫩安心 您因为太像出现 所以受人症状不明显 但是从脉象看 却是玉璽有月余 真的 千真万确 娘娘这是投胎 一定要格外小心 好 江玉冰啊 皇后的身孕 全权交于你照顾了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为着你道命 便不要了 那就好 你们都下去吧 喳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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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不顾朝政之人 这喝鲁邪酒 无分是近来觉得 身伐体虚 想要身体强健罢了 也就可以破了 青天剑所说的 与十二个相刻一说呀 皇上啊 您太在意天相之说了 皇上朕之壮年 这些日子 也就是朝政繁忙 给累着了 盐一用药好生保养 就会好转的吗 朕虽然正值壮年 但皇阿玛 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 骤人离世 这几日啊 朕常常梦到皇阿玛 想起来就心惊 先帝是急于求尘 才无始的静丹 其实立刻见笑的东西 最伤人根本的 好 朕知道了 朕知道了 你安心养胎 给朕生一个皇死 比什么都要紧 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 可是后宫的事 臣妾也不能不怪啊 喜爱 令妾她妖肿媚上 确实是做错了 这样吧 从今日 到咱们孩子满院 朕把他们的绿头牌 都给撤了 不许他们拾起 如何啊 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 就是对臣妾 最好地考量了 这有寿宫是个什么邪门地方 这皇后是万年不曾玉玺的身子 怎么偏贵在有寿宫外面就有了 就是 听说皇后娘娘玉玺 皇上恼了令妃他们了 都不许他们示寝了 令妃这个贱婢 当年没处置了她 是本宫心软无忧 如今赶在这个节骨眼 皇后又遇袭了 谁还会疼惜本宫的孩子 朱儿 只要您生的是个皇子 谁能不疼惜咱们 皇后娘娘这一胎 是男是女都不值 女儿要是没用啊 一定得是儿子 一定得是儿子 丽心 是 如今本宫胎相已稳 皇后又怀着头胎 无暇顾起本宫 你去转告皇上 就说本宫怀着身孕 请求安胎掩护 是 皇上 皇上 是令妃娘娘在叫您 皇上 皇上 臣妾冤枉啊 丽妃娘娘 你这是做什么呀 皇上 你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 皇上听臣妾解释 皇上 丽妃娘娘 皇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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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妾已经侍奉皇上 不知错在何处啊 那你觉得是朕的错 皇上当然没错 那是皇后的错 臣妾不敢 那就只能是你的错 自己的错自己担任 皇上 皇上 你不太远运了 当然了 娘娘 您今儿 吻了千八百遍了 不用喝做大药 就这么顺利地有了 您这是高兴坏了 本宫不是高兴坏了 本宫是不敢相信 您有了孩子 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 那就好了 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 皇上高兴去封仙殿 寄口列宗列宗了 本宫和皇上的心结 倒是结了 只是皇上这阵子 担心变老的心结 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 皇上今儿 不是已经答应娘娘 不再喝陆雪酒好生调养了 直到喜讯后高兴成内犯不雅 皇上一定会珍重龙体 振作精神的 但愿皇上能明白 年岁渐长身体渐弱 也是在所难免的 和秦殿剑所言的父子相克 又有何干系呢 皇上会明白的 娘娘 您这胎来得不易 王后得更加珍重身子 着哪儿 别再想那些了 早些安置 对龙袋有益 睡了 皇阿玛 即后乌拉纳拉氏玉玺 儿子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 儿子到了这个年岁 不知怎么的 对于生老病死 竟也畏惧起来 但无论如何 儿子会振作精神 不再互卫 也会好生地保养自己 皇帝可叛嫡子 皇后遇袭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也是大清的福泽 皇后这把年纪 怀了头胎 万万得要仔细呀 皇娘无需操心 宫里上下 都会仔细照顾好 皇后这一胎 皇帝重视皇嗣 哀家 关心皇后 也是应该的 只是下回 不要再闹出 前日永寿宫那办事了 儿子知错了 劳皇娘费心 皇家以子嗣为重 伺候你的人 还是要沉稳些得好 如今 皇后和家贵妃遇喜 纯贵妃和婉平的年纪 也不算小了 淑妃产后不调 于妃又久不逝寝 令妃和庆平都受责 这偌大的后宫 竟然没几个 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 这历年来 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 各部也有进些女子 可儿子一直撂在圆明园 没与理会 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 没准还招个眼线入宫 是啊 谁愿意各个眼线在身边呢 皇帝登基后 不曾选秀过 如今后宫人这么少 天底下 最顶尖的姑娘 都该到紫禁城来不是吗 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 可如今 想着是该选秀了 皇娘无需操心 这些事情 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 皇娘安心即逝 若无事的话 儿子先行告退 恭送皇上 你瞧瞧 这皇帝和哀家 都疏远到什么份儿啊 皇上疑心重 与其如此 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 一样天年为好 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 不想竟成这样 这天子心性皆如此 谁又能奈何呀